现实爱情电影《曾经相爱的我们》近日在全国各大影院正式上映,逢提莫的最新歌曲何必留下遗憾发布。 是新片上映的爱情片《曾经相爱的我们》的主题歌,出演是陈柏林和郭采杰。 影片讲述两个陌生男女Allen、陈柏林氏和孟杰、郭采杰氏,相识相爱,他们渐渐学会了一起哭,一起笑,养成一样的习惯。 影片中许多情节设定,都是似窥探了观众的真实生活,主角Allen和孟杰就像众多年轻情侣的投影,反映了许多当下社会切实存在的问题,无论是因缺少沟通而赌气分开还是相处间产生的误会,都在影片中被高度还原,把都市中男男女女的情感纠葛完美展现。 影片中贴近多数情侣相处模式的故事设定,依于引起观众共情的情感表达以及对大城市青年追梦不易的呈现,引得无数观众翘首以盼。 可以说是今年最好酷的爱情电影了,太真实了,每个片段我好像都经历过自超前点映后,影片好评不断。 冯提莫的声音很适合演唱这种抒情歌曲,她的嗓音甜美又清澈,这首歌没有高音部分,冯提莫唱下来感觉就像是给大家讲述故事一样,娓娓道来,这首歌曲也唱进了大家的心里。 冯提莫出道的这几年来,她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。 片中众多精彩的情感桥段,在典映场也收获了观众的极高评价,不少观众则直言电影是自身的生活写照,独自到大城市寻梦追爱,却被每个年轻人都会面对的生活压力压垮,从而不得不放弃爱情,放下梦想,扎心十足的同时,又十分贴近生活。 相爱简单,但相处太难,随着生活的磨练,最初的爱情却走到被消磨殆尽的边缘。 分开的日子里,她和她要面对的是无人应答的失落,是得不到回应的心痛,所有曾经的甜蜜美好,都成了在记忆里被反复拉扯的孤独。 面对不弃而至的重逢的机会,两个人该一笑而过还是勇敢再爱一次。 不仅如此,许多观众纷纷向朋友安利该电影,更邀约一同前往影院观看,网友如此火热地推荐,该片质量可想而知。